首先跟全國的民眾說一聲抱歉 因為今年九合一十項公投 導致投票的速度延緩 凌晨四點鐘中選會主委陳一前 終於出面對於選務大亂展現歉意 會做深切的檢討 謝謝各位的指教 記者會完不到11小時 陳一前透過中選會發聲明 請辭獲准 聲明中強調全國一萬多個投開票所 早已選定短時間內要找足夠空間 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外界對於中選會不滿 恐怕不僅是圈票數不夠 而是危機處理非常散漫 外頭陷入大亂 中選會不聞不問 媒體記者曾在凌晨三點 敲中選會貴賓市大門 無奈中選會高層依舊選擇神隱 直到四點陳一前才出面直線 時間在推到投票前下午三點五十八分 快到表定封票時間 到處都在排隊 媒體詢問中選會這樣要怎麼開票 中選會選擇已讀不回 同樣的到了五點多 媒體再度詢問 還有多少拖開票所在排隊 預計何時會投完 中選會依舊已讀不回 這個選務工作真的一團亂 非常的亂 中選會事情規劃不當 事後應變無方 連勝文也拋文要求陳一前下台 面對民眾 立委 國民黨團炮口一致 中選會明顯失職 儘管陳一前信資獲准 但恐怕還是難以止謝 請請陳一前往往一致 抬報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